金银苏云 正会为辱 可见辱者 为其会正辱之一 这个会 意思很深 你看禅宗鱼路里面 老师叫学生 常常有一句口头禅 说的最多的 看到学生就问他 你会吗 这句话意思深 什么是会呢 其如就是会 你没其如你不会 其如 就是前面 截其中年 那你就真的会了 不是在文字上 是有文字 有言书 你在看经 你在听教 其如自信 我们一般家 开悟了 看经开悟了 听讲开悟了 那叫书 没有悟如 不算了 真正 真正物如 这叫书 所以这个书的意思 是其会正如 一切发华中 入佛之间之书 入佛之间中的 这个书是真 这书是其辅 这个书是其辅 佛之佛解 就是自信的 不如智慧 禅宗里面所说的 大吃大悟 明心见心 是说这 说这种事情 在教下里头 大开圆解 也是指这个事情 我们念佛人的 理业心不乱 理业心不乱 有四业心不乱 有理业心不乱 理业心不乱 就是入佛之间 跟禅宗的明心见心 是一样的心结 教下里面讲 大开圆解 是同样的 层次相同 四业心 那是属于解悟 那不是真 所以四业心 生极乐世界 是方便有语度 但于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 四圣发解 要是理业心呢 那生十报专业度 那不一样 那成佛 所以四业心还是菩萨 不是佛的位置 四业心 他也有三倍九品 中下品 这是小尘 阿罗汉的地位 中上品 是菩萨 这是我们从教理上 来看 西方极乐世界 四土三倍九品 而实际上 我们要了解 他那个修学环境 非常特殊 我们一般人 无法想象 那是 完全得利于阿弥陀佛 本愿微神加持 所以 他通通都是 阿维悦之菩萨 这个也就是 尽宗为什么说 是男性之法 原因在此地 真的是男性之法 真的是男性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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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